果然成都延长三天封控到9月7号 照理说今天应该解封 但是成都还没有松绑 它现在被下令改为分区分类管控 也就是成都七成的区域继续封控 原则居家 看起来解禁的只有少部分 中国严格管控 前段时间缺水缺电 使得中国八月的外贸进出口增长全部放缓 出口只增长7.1% 比市场预期的13%差了很多 现在中秋假期在中国也开始了 多数人都不选择跨省市流动 半数以上只留在本地有 每栋楼分时段下楼做核酸检测 成都封控演了三天后 8号该是解禁日 全市2100万人等的重获自由 但结果 部分区域仍然存在着社会面传播的风险 成都市昨天继续在全市范围内开展全员核酸检测 今年起 成都全市分区分级实施社会面管控措施 虽说分区分级管控 但中心城区也就是成都七城区域仍维持风控状态 仅有渡江厌市 彭州市等少数区域得以解封 本人疫情是对我是冲击最大的 反控难度最高的一次 目前处于最迟劲的阶段 拥抱着丝毫的松陷 怕无止境的风下去 爆出更多民怨 成都官方喊出要争取在一个星期内达到社会面清零 不过全市学校在暂缓开学多日后 已启动线上教学 我们学校是从9月5号开始 在线上就开始了艺术体育锻炼 劳动实践等丰富多彩的线上课程 7号大陆新增1439例感染 其中本土占1334例 成都何时能彻底恢复正常生产生活 受到关注 而在深圳疑似因为疫情升温 官方将每天香港入境深圳 申请检疫饭店名额 从原先1800人 缩减至1000人 事实上如果一个地方 如果本地的疫情风险开始增加的话 将一些入境的隔离设施转化为 去应付一些本地的疫情的隔离设施的话 是可以理解 大陆和香港不能达成免检疫通关 现在每天入境名额又缩减 无疑雪上加霜 而香港当地疫情也持续攀升 7号单日新增确诊破万 有16人死亡 BA.4或BA.5感染已占到7成 才开学不久 已经有22间学校 24个班级停课 有学校甚至被要求全校停课 都没见到有一个很明显的聚会 或者有些流行病行的关联 但是因为它都是影响的人数比较多 所以我们都觉得稳妥一点 这间学校就暂时停课一个礼拜 无法摆脱疫情反复 以及严格防控 经济冲击越加明显 大陆最新公布8月外贸成绩 若以美元计价出口增长近7.1% 与原先市场预期的13%还差 进口增长连1%都不到 贸易顺差收窄至793亿美元 无论是疫情好 我们说的限电好 对供应链的影响 费价就很难可以补偿到这方面的损失 所以我们就算有影响 市场预计进入冬季耗电量较低 又或许中共二十大会议后 大陆有机会会调整防疫措施 供应链问题在第四季能有所缓解 而在疫情之下 即将到来的中秋商机也无法完全发力 民众想借机出游 也大多选择本地出行 上海就回中秋饭店预定 本地游客就占了六成 防疫管控下 假期效应势必缩减 TVBS新闻综合报道